神奇火線的 在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校園巡視 驅逐外犬維持安寧 这两只劳苦功高的校犬 即将退休了 想要趁这两只还年轻的时候 身体还非常健康的时候 能够替他找一个好人家 让他们可以安享晚年 黑白的是妈妈 名叫讨厌 但一点也不讨厌 撒娇爱年人 苦班的是儿子 名叫袜子 活泼开朗有自信 他们在校园生活 社会化良好 很适合饲养 而且从小由知名训练师 熊爸指导 新主人等于 省下明星学校的学费 虽然是说我们叫做送养 但是如果新主人愿意的话 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互动的关系 有什么需要 我们这边的同学还有老师 也都愿意提供比如说部分的金钱 或者是人力上面的协助 还有照顾知识上面的一些协助 领养狗有售后服务 终身保固 甚至往生之后 欢迎回来 安葬在学校的校犬墓园 连身后事都免烦恼 唯一的条件就是 请好好爱他们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